就是這樣很Free的 你到哪個城市 那個城市最有名的景點 以及必吃美食是什麼 你就先把它列給列出來 再開始擴散 哪些景點是我覺得比較可行的 交通可以抵達的 然後接下來呢交通部分 它自然就迎刃而結 住宿的地點 你就不要離車站太遠 拜託 如果你是要拖行李箱 像艾克里這樣子一樣的 這是我一剛開始旅行最糾結的 我到底要不要再行一下 那我覺得一個人的獨履 是你可以去放眼 你的眼光會放得更廣 去感受當地的每一個氛圍 周邊的情境 因為你會更Focus在你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在周邊的人身上 這個是獨履最迷人的地方 哈囉各位觀眾我是艾克 一個人北海盜自由行攻略呢 提早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雪季已經悄悄來到尾聲了 那艾克自己希望呢 還有準備踏上這個雪鍋 去自己旅行的夥伴們 我想趕快分享一些有價值的資訊給大家 那因為接下來北海道我的自由行影片 大概還有三集還沒出來 但是我還是想先趕快跟大家做分享 關於交通 行程規劃 以及住宿 在雪季去 北海道的時候 的一些注意事項 我自己呢是從12月26號 也就是聖誕的隔一天 到1月4號 那這個期間其實是有跨越到他們的跨年 以及 日本人的新年 那首先呢我覺得大家來到這個冰天雪國呢 最疑惑以及擔憂的也就是 服裝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穿 這也是愛客一開始規劃行程的時候最大的疑慮 坦白說我先講一下結論 實際到了北海道之後 我自己覺得 沒有想像那麼冷 而且我自己是多帶了很多 我覺得不需要帶的衣服 還有我根本沒用到的一些配件 那我衣巾啊什麼什麼各種 很怕冷死 然後暖暖包帶一堆 那首先跟大家講一下上半身 其實因為 應該很多YouTuber已經有分享了啦 我這邊就快速講一下我自己怎麼穿的 因為旅行我們長時間會在外面走 最底層的話 一樣還是要穿機能排汗一點的 即使外面再冷 因為你穿很厚 那如果你還要拖著行李 在外面長時間的走 你會 還是有可能會流汗的 我最裡面一定就是穿機能的那種 羊毛材質的 那中間層一定就是要做保暖嘛 3到4層的穿著就是OK了啦 中間你有一些刷毛的啊 毛衣啊 穿起來就對了 然後最外層的話 我個人是直接就是都穿羽絨外套 那或者我有去一些戶外的景點 我直接穿防水防風雨外套 那就是怕他的雨水會直接 侵蝕到你的裡面的衣服 然後如果融化掉的話 濕掉是 滿麻煩的 所以 我建議大家最外層一定要準備一個 比較有防水的 外套在外面 那當然如果你想穿一些牛仔外套 一些好看的 風衣 大衣外套 不是不行 但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想要漂亮就要犧牲一些 但我建議還是要有一點點防水機能會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 那褲子的話 有觀眾在底下留言問我要怎麼穿 我自己覺得像牛仔褲 大家有人問牛仔褲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那基本上我 牛仔褲內如果是沒有刷毛的 我建議大家就是再穿一條褲子 內搭 你可以穿那種運動的緊身褲 多少有點保暖效果啦 穿兩件蠻夠的 因為上半身夠暖 其實四肢我覺得相對還好 不要讓你的肌膚痘在外面 鞋子的話 超級多人問我 我到底穿什麼鞋子 我穿的是 Palladium 應該是這樣發音沒錯 這個法國品牌的防水靴 它基本上都是粗靴子啦 防水 防濕氣這個東西 蠻重要的 因為基本上你 這麼長行走 盡量就是不要讓外面的濕氣 以及血入而化掉 然後你鞋子就 會很不舒服很難受 我穿那個Palladium的這個 防水靴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幾度有打滑了幾次 不過我相信 大家都是這樣子 或者是你就直接穿那個雪靴嘛 你直接可以在日本當地買雪靴來穿 這也是OK的 然後再來是配件的部分 像毛帽 毛帽我建議大家可以戴 或者是如果你沒那麼怕冷 戴個像這樣子的 棒球帽 鴨神帽 只要可以稍微擋風 不要讓頭直接吹到冷風 這很重要 不然會很不舒服 或者是有些人戴很可愛的那種 很可愛喔 看到路上好多人戴那種很可愛的 毛球的帽帽啊 或之類的 那手套的話 這個不用說了 一定要戴 基本上就是在這種 接近冰點的溫度 然後又很容易接觸到雪的情況下 肌膚就是盡可能的 不要讓它曝露在外面 曝露久了就是會開始紅腫 然後會有那種很痛麻麻的 很僵硬的感覺 就是有點快凍傷了 對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肌膚不要落在外面 甚至我覺得暖暖包 在戶外你行走太多才需要 因為其實日本他們室內 以及公共場所的 像百貨公司啊什麼的 都會開很強的暖氣 你會熱死 真的可以不用帶這麼多暖暖包 你可以規劃一下 你可能哪幾天會去戶外 那就背個幾個 這樣子 我個人的感受啊 對 這些都是個人感受 我是覺得這樣子OK的 那如果真的遇到比較大的風雪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就直接帶著雨傘 或當地直接買 服裝的部分我大概先講到這邊 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應該很多資訊可以參考 那再來呢 交通 大家也是非常在意的 也有人留言說 艾克你要做那個交通啊 你就說你要 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 我就每一種的交通方式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畢竟是到當地自由行 是沒有汽車 我們也不會租車嘛 因為如果 只有一個人 跟大家講一下 這支影片 我是比較 針對 呃 一個人去北海道旅行 那如果你是成群結隊 或者是參加旅行團 那 這支影片 大概只有一點點參考價值啦 OK 好 那交通的部分 我目前先分三大類 第一個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JR火車 再來是 呃 應該基本上大城市都有的 地鐵 地鐵完之後就是 市電 也就是路面電車 Taxi那種 我 這一次都沒有搭到 所以我不跟大家分享這個 如果大家有需要參考 嗯 可以去網路查查看 價錢之類的 首先 JR的部分 我這次是一個 十天長期的一個旅行 我在KK Day 買了 鐵路 周遊券 這個東西 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像 去七天了 五天了 他都有不同的 票的 日期的時間 可以給你做選擇 我建議大家如果 如果你至少會跑 三個城市 或三個以上的城市 鐵路 周遊券 就是 不用省 直接買 很划算 你基本跑 像我有 從札幌 又到寒冠 登別 又去小樽 那我原本還有再去旭川 如果去旭川的話 這樣拉這個車 呃 這個距離的話 我這鐵路周遊券 會更值得 除了方便 還有 省錢的地方 他是 是可以無限次的搭乘 你就不用想說 啊我每次 要去某個城市 我要去機台 然後要算那個錢 多少 什麼之類的 他就是一張紙會給你 但是一定要保管好 他說如果 票不見 那就是沒有了 所以票一定要保管好 在 進站的時候 你就出示一下 給那個工作人員看 他就會讓你進去 那至於鐵路周遊券 要怎麼買 我在 之前的影片裡面 有分享到 呃 有一些指定的 地點 像 雜謊車站的話 一樓 他有一個 國外旅客中心 那邊 早上八點才會開門 好 那接下來地鐵跟 市電 我稍微先一起講的是 呃 有一個東西叫做 IC卡 我相信 有去日本玩的人 都知道這個東西 那他在不同的區域 都有 不同的 卡 那像IC卡 他分非常多種類嘛 就像東日本的話 就是用 水卡 也就是大家 俗稱的 西瓜卡 那在北海道的話呢 在雜謊這邊 周邊的城市 我記得叫做 我買的叫 Sapica 這名字都蠻特別的 水卡 Sapica 像首都圈 PASMO JR北海道的話是 KITAKA 不同區域 他使用IC卡 確實也有一點不一樣 那基本上你在 各地鐵站啊 或者是 呃 車站內 其實都買得到IC卡 500塊的 押金 也就是 如果付 2000塊 放進去2000塊 那你實際上只能使用1500 那500塊是他壓住的 所謂的押金 對 那你最後如果 要退掉這個卡 他這500塊才會再拿回來的 那我自己覺得IC卡是 非常方便啦 那你基本搭車 搭地鐵 試電 刷卡 就上去了 這邊要有一個注意的地方是 因為我在 去之前 我是不知道說 上這個公車 或者上他的試電啊 等等的 那因為他們上車是從後門嘛 然後下車從前門 那你從後門上車的時候 他旁邊有一個小鐵盒 上面是寫 整理券 你上車要抽 那他才知道說 你是哪裡上車的 那下車的時候呢 把整理券 好丟到箱子裡面 然後司機也會知道 你從哪裡上車 就會估算一個錢 知道你搭車 因為每個人 上車的地點都不一樣 那錢也會有所不同 那再來去用IC卡 或附線 如果真的忘記拿的話 我記得也沒關係 你就跟司機直接講說 哦 我從哪裡站上車 他基本也不會說 啊 懷疑你怎麼樣 然後跟你收最貴的錢 好 那其實交通部分 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時候你做了很多功課 沒錯 你大概知道 哪裡需要搭什麼樣的車 規劃一下你的路線 不要去想得太複雜說 我到底要怎麼走 就是我在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解釋說 其實Google Map 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我基本上 從哪一個點到哪個點 大家覺得我好像很順 都知道怎麼搭 其實沒有 就是用手機的Google Map 他就會跳出顯示 目前最近的一般車 最快的車 怎麼搭 然後要搭幾號 到底 然後又做了幾站才會到哪裡 Google Map其實會寫得蠻清楚的 我覺得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你交通的部分 你就先大概設點 哪幾天 我會待在哪個城市 在哪個城市的時候 你就把你需要的旅遊景點 設定好 然後他需要怎麼搭車 公車 還是要搭地鐵才能到 大概多久 旅程規劃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在愛客剛買完機票 我也是非常徬徨 蛤 被海盜 這麼大 然後我好像只聽過雜謊 其他地方 我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什麼燈別 什麼的 連韓館 喔 有韓館這個地方 在最南邊 一個開始 我也是完全都不知道的 就是慢慢拓展說 就是多做功課 你去網路上找 被海盜最推薦的景點 或者是一些秘境 那他在哪些城市 你先鎖定好 我就是要去哪些城市 城市鎖定好之後 可以先開始找住宿 我覺得住宿 你大概定好一個地點之後 再開始擴散 哪些景點是 我覺得 比較可行的 交通可以抵達的 我不需要開車 或者是 我要搭taxi 景點的規劃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先從大方向的城市 設定好 然後你的住宿在哪裡 周邊可不可行 這個景點可不可以 一天大概我建議就大概塞 三四個景點 就差不多了 有可能像如果一天安排 整天我都要滑雪 然後我可能在拍 中午晚上我要吃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很free的 你到哪個城市 那個城市最有名的景點 以及必吃的美食是什麼 你就先把它列點列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交通部分 他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要花一點時間做功課啦 如果自己一個人出去旅行了 你沒有身邊夥伴 你也不是跟團 所以你就是得靠自己 基本上還是要先做一些功課 而不是說 我把自己投放到這個 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城市 我不知道我接下來要幹嘛 那還是有一點點危險 可能很多旅行專家 或者是很有經驗的人 就會覺得 沒關係 我去到當地再規劃 我覺得也OK 不過那是因為他經驗很多 很多人是想要第一次 挑戰自己出國 功課 拜託還是要做好 服裝怎麼穿 交通要怎麼搭 哪些城市好玩的 這些都要先大概在腦中 有一些記憶點 然後讓你知道 我的旅程 假設我六天 七天 一周 我要怎麼安排 我要怎麼切分 因為每個城市到每個城市 他的車程也會 有所差別 所以你要規劃好 如果我今天從雜謊到韓館 我需要四個小時 那是不是 我白天可能四個小時就沒了 那北海道在冬天 他其實白天是非常短的 即使你八點起床 下午四點就天黑了 如果你早上四個小時都在搭車 那是不是基本你 頂多去個兩個景點 加吃個午餐 可能就差不多就天黑了 那天黑可能有天黑的行程 那我自己建議啦 冬天天黑 我是基本也沒特別安排什麼 吃完晚餐就回家啦 除非你去百貨公司 或是安培鞋 逛街的行程 可以塞在晚上 多走一些室內的行程 不要讓自己 這麼痛苦 還要在戶外 吹著寒風 晚上就是盡量待在室內啦 OK 好 那住宿的部分 我好像還沒有提到 住宿的話 愛客呢 我總共九個晚上 我六個晚上是住情侶 三個晚上是住那種 獨立的自己一間房間 住宿這個東西 就非常看個人啦 很多人就覺得 我就是要一間獨立套房 那很多人也覺得 我今天出去一個人旅行呢 我就想要交很多朋友 我想要跟人講話 甚至想要省錢 那就選擇親旅 親旅的話 很簡單 愛客也是從 booking agoda 去找 那你就找評價 好的 評論一定要看 然後地點很重要 你要知道 你的行程規劃想 大概是怎麼樣子 我也建議大家 住宿的地點 你就不要離車站太遠 拜託 如果你是要拖行李箱 像愛客也這樣子一樣的 跑這麼多城市 你到了當地之後 你行李箱不可能一直待在身上 所以行李箱 拜託 不是行李箱拜託 住宿 拜託 在車站附近 你到了當地之後 你就要先把行李箱 check in 把它寄放在那個地方 你才能開始一整天的行程去玩 因為你不可能拖行李箱 除非你今天是 背包客 就是 躺著所有的行李箱到處跑 這是我一剛開始旅行最糾結的 我到底有不要帶行李箱 還好 行李箱絕對 不要帶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我 我發現東西真的 你如果 會買一些奧迷亞給 你行李箱自己一定要帶 那住宿呢 剛剛講到的就幾個 乾淨 然後 如果你注重CP值 找偏一點的 我自己是都可以接受啊 基本上乾淨 而且他們 日本的親侶是 洗髮 沐浴 潤髮 都一定會提供 有些親侶的話呢 像 埃克 每一集下面都有附上 我是住哪些親侶的 他們甚至會提供乳液耶 因為知道冬天是非常乾燥的 它會讓你有乳液可以擦 韓管 我是住個人的 獨立一間 也是選比較便宜一點的 它是在 武林鍋塔附近 叫 LC武林鍋 這個 飯店的名稱 雖然它比較舊一點 不過 我覺得 它很好吃 它有提供早餐 免費的桑拿 我一天洗了兩次桑拿 那個烤箱烤完之後 你可以再去洗澡 泡冷水 我記得那一碗才700多塊而已吧 好 長得有點 喉嚨有點痛痛的 好 感覺長得已經 有點久了 那最後我就 稍微總結一下好了 這次的分享 主要還是 大家 如果要去 飛海盜 你是一個人要自由行 就是你不管是冬季 還是春夏秋的時候去 這支影片多少 還是對你有些幫助的 那我相信呢 基本你會選擇 一個人旅行 某一個方面 你是喜歡獨處的人 這10天的感受 我最大的是 因為 即使我是一個 很喜歡跟別人聊天的人 但是我也很享受 自己的時光 我喜歡 呃 沉浸在當下去感受 你不會受到周邊的人干擾 因為如果你今天可能帶朋友 或 你的伴侶去 多少會被彼此所影響吧 我不是說不好的影響 就是影響說 欸我今天會顧慮到他 我會在意他的感受 他等一下會不會對這個行程 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好不好吃 彼此之間的互動是 你一直 你來我往 大家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一個感受 那我覺得一個人的獨履 是你可以去放眼 你的眼光會放得更廣 去感受當地的每一個氛圍 周邊的情境 每一個風景 他當下的 不同的變化 這個是獨履最迷人的地方 因為你會更focus在你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在周邊的人身上 我非常推薦大家獨履 他是非常充能的一件事情 雖然看似會有一點點孤單感覺 我覺得唯一小小可惜的地方就是 我有跟身邊的人分享說 獨履就是稍微少了一些 歡笑聲 就是你可能沒有跟朋友 嘻嘻哈哈有對話 就是你需要習慣這個一個人的感覺 那你可能也沒有這麼多人可以對話 所以 也許你一個人旅行最好的夥伴 就是眼前的這台相機 多跟你的相機講話 那如果你是一個會記錄生活的人 那如果沒相機也沒關係啊 就盡可能去結交更多的外國人啊 日本人你會講日文的話 我覺得都很好 那最重要呢就是自身安全 一定要保護好 那不要去太多複雜 怪怪的地方 那讓自己一個人置身在危險中 因為你是沒有人可以作伴求救的 安全是考量第一 艾克之後呢也會期待自己可以去更多陌生的國家 然後是一個人挑戰旅行 持續拍出這樣子的影片 也激勵到大家可以一起走向戶外哦 如果有任何問題 千萬千萬不要吝嗇的 直接在下面留言 再告訴我 我就一一解答給大家 那我的頻道也即將在這個北海道 陸續發下來 已經現在目前快接近破案了 嗯 艾克也是在想破案 接下來 要做點什麼 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也希望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艾克知道 之前好像也有承諾給大家 我破案就開團 喜歡 台灣旅行的 或戶外的 那我基本開團 應該就是往戶外走啦 那有什麼想法 就告訴艾克 那北海道接下來呢 還有三集 大家記得一定要把它看完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Ciao